洪秀柱、图元、视觉中国、海外网6月24日电,近日,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到立法院前参加八百状式新书发布会,他现场痛批蔡英文当局所有下三滥的行为都做得出来,所以2020一定要用选票让其下架。 据香港中平社6月20日消息,军工造年改去年6月20日,在立法机构三读通过,发年改团体八百状式,将先前商街头抗议的过程,编撰成书籍八百状式计时,20日重返街头并在立法院前举行新书发布会,包括吴对义、玉慕明、洪秀柱、郭台铭等都到场助阵。 洪秀柱当场表示,蔡英文当局必须下台,台湾才有未来。他拜托大家,全心全意支持那个最后出现的对象,指国民党2020初选出现者,含血含泪都要投下神圣的一票,就是要让无德无能的蔡当局下架。 洪秀柱称,八百状式过去那段七风苦雨,日晒雨淋,风吹雨打的日子挺过来了,大家只要求和理对话。 但始终被置之不理,还被污名化。她不知道为什么蔡当局会把对军人的承诺,到最后翻脸不认。 但是最近她发现真正的原因,就是蔡英文,认为我们跟她是不同一国的,这真是莫名其妙,乱七八糟。 洪秀柱表示,蔡当局的无德无能不用再多说,所有下三案的行为都做得出来,所以2020,我们一定要用选票让其下架。 把民主退部党下架,反年改团体八百状式一年后重回立法院,现场近五百人聚集,洪秀柱最后才到场,但仍然受到现场人士热烈的欢迎,还有人直呼,柱解释黄浦的典范。 另据台湾今日新闻消息,主办单位表示,也邀请高雄市长韩国瑜参加活动,尽管韩英公无法出席,也成为关注焦点。 近日,民进党内传出,已搜定高雄市长韩国瑜,若他在国民党初选中胜出,你发动罢免其市长职位。 对此,洪秀柱在会后受访师称,非常无聊。他怒批,民进党雄雄恶极,这是很下三滥的手法,可以收手了,民进党不要这么不要脸。 洪秀柱一直主张坚持九二共识,反对台独,并关注岛内2020选举。他日前受访师直言,蔡英文为了自己的选举,完全不顾台湾安危于未来,2020年若还是民进党执政,两岸将处于一个很危险的对撞状态。 大陆方面绝对不会想要打仗,但民进党若一直挑战大陆的底线,触碰两岸发展的红线,大陆并不会坐视不理。 洪秀柱说,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重视2020年的选举,国民党的参选人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,那就是把民进党拉下台。 国民党若重新执政,上台后首先要做的,就是恢复中国史课纲,正是历史,这对台湾未来影响重大。 海外网朱销 歌绒 谢谢大家